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老三 今天 你跟二哥推心置腹地聊两句 咱们交交心 成成成成 那我跟老头子说去 说你已经动成佛了 我那时候带兵到京城换房 是你向老爷子告的密吧 是你 告就告了 我也不怪你 那个时候时机不成熟 我带的那两营兵马 吓吓太子爷还行 在皇上眼里 根本不够看 你呀 帮了你二哥 你听谁说的 我这眼跟前一黑 心里就透亮了 传 新科进士 于谦 曹斌 杨伦 随旨觐见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是 了不起 看看本着的文曲星 都长什么样了 是 小说� 哪有 快过来 行了 蜘蛰 我 你喝了多少酒啊 你喝了多少酒啊 我喝了多少酒啊 我喝了多少酒啊 你想当本朝的李太白 来 回皇上 于谦陡然高中 或是被同乡灌醉 不知道皇上突然召见 让他自己说 是 回皇上话 昨天接到新 我娘去世了 学生饮酒二手 至今未行 父母已故 不想饮酒 学生子幼蒙刮目 要纳成人 未及报恩 本想饮酒醉死 辜负了父母的安全 真是个怪人哪 那既然如此 我也不责备你了 你们以故乡为题 写一首五颜古风 我思乡 我怀亲皆可 给今天晚上 祝兴 别怕 我就是想问问 为什么 善儿哥对你不够好 还是 我哪儿做得不够 你给我解个谜呀 你可千万别骗我啊 老天这上面看着他呢 你也知道 老爷子让我出征 到时候 真要在战场上 我做点什么过分的事 他也不会说的 我要个答案就这么难吗 我是怕你不能容我 其实谁能当皇上 那还不是爹一眼儿定 我没有诚心要出卖你的意思 一点都没有 其他的事情我都是护着你的 你以为到时候 如果太子做了皇上 他就能放过你吗 你最后还能把我拥挤你的 爹在挑拨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就是让我们内耗 抱着太子登基 二哥 爹还是很看重你的 你当心雷批死你好吗 爹把兵部交给杨世奇了 杨世奇是什么人 铁杆的太子党 你就是在北镇府 四待得太久吧 阴气太重 眼光太窄 爹要真不在意太子 他何必去金明寺之前 提前一步把杨世青 和太子府的手冠都关押起来呢 他是怕别人 伤着太子的左膀右逼 这事太子都看明白了 我们还在做梦呢 现在又在册封太子 不能这么玩 咱们得开开规矩 二哥 我 这 我是没野心的 你 你别拽着我 老三 你还记得你上次说实话 是什么时候吗 过来 过来 咱们再这么内耗下去 一点出路都没有 不要糊涂 你还知道什么 我知道你会答应的 好 我是二爷的 于谦 能师父 皇上 臣的事 怕不应解 但说无妨 尊落甚荒粮 年年苦寒荒 老翁拥那寨 至此买书粮 必破风声乌 梁颓月多创 那致牧民者 不肯报在上 那致牧民者 不肯报在上 这么多的酒 在御前胡说八道 也就是皇上宽呼大量 不与你计较 不能再有下次 来呀 拖出去 当着和尚骂贼徒 就算了 我不聋不傻 用得着你给朕做主吗 太子爷 这是你选上来的吧 这话怎么说呀 请皇上治罪 哪知牧民者 不肯报灾伤 哪儿的官员呢 没把灾荒报上来 智子卖书粮 大明的赋税不高啊 你至于到卖口粮的地不 皇上 又要远征了 各地方贯都结了付税 无所不用其极 太高了 愿皇上 能收敛 好战之心 这些 与民各使 施恩于天下 你去哪儿 这些 真是太子皇羽 真是 胡说 你江南一地还能靠卖口粮活下去 边关的百姓呢 沿了 我看说 可是我对皇上 你们的后人 怎么还来 你留这些 我们来救命啊 这几个小子 好 把他编到军中 这次跟我随军出征 让他看看 国家是什么样 皇上 圣躬金安 皇上的皇上 这次要拿三号 皇上最后 皇上不进去 皇上还没见过 皇上只是两毛 皇上还不能进去 皇上都捡过 过了吗 为德拜见 入德宫来先拜皇上 再去太子府问安 你很懂规矩 很好 跟我来 去去去 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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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扰 来 快 次座 加跌 我看你脸色还是不太好 玉玉跟我说 你失血太厉害 一下子是补不回来的 虽然年轻 将来留下病根 也是不得了 宫里还有些好药 让他们挑了替你肩负 喜上次 你不用跪了 有人待劳就好 帮忙 谢爷爷赏赐 坐吧 我想了想 在东宫的旁边有个小院子 风景好 也安静 你刚来就住太子府 容易让人说我有私心 不讨厌 我已经命人打扫出来了 你先好好调养身体 闷了呢 你可以到处转转 听说你见识得好啊 等你身体大好起来 我们比比 好 说臣妾谢恩 可我既非臣又非妾 铺天之下莫非王臣 怎么说没什么不对 你说奴婢谢恩也可以 可我也不是你们家奴婢啊 不讨厌 爷爷 我替他谢恩 我何须你替啊 我本是乡野之人 不懂礼节 蒙皇上大安 请恕我无知之罪 起来吧 你去了那儿 需要什么 要见什么人 做什么事 都可 我 需要 没 的话 说 那 我捡 我捡 你呢 你 Facebook 你呢 我捡 我捡 我叫你起来了吗 回去把进宫的规矩告诉他 我没想到爷爷要如此赏他 我不该加恩吗 你肯定心里想 我是皇上 自然想加谁就加 你错了 让人死心塌地 你得给他一个 他拒绝不了的条件 你以为吹胡子瞪眼 别人就怕你了 你自己娶媳妇 还得爷爷替你原面子 反正那个姑娘成了孤儿了 咱们总不能看着不管 你要是不喜欢他 你要是不喜欢他 我把他指昏出去 别 爷爷 我没说不喜欢他 我只是觉得您要这么赏他 日后他有恃无恐 坏了宫里的规矩 他爹怎么死的 喝酒 在寺里面他平日里就 你也不用我献编了 有些事情弄清楚了 大家反倒不好见面 你替他藏着掖着 可以 可他自己得知道 不然才是有恃无恐 明白了 明白 这前几年 洛阳送来了很好的牡丹 我把它种在鸡鸣寺里 两年才开花 我就问老和尚啊 有什么种花秘诀 他告诉我 等它开 爷爷 您现在说话呀 跟老和尚学的 也会拐弯了 我能让你气的 我要睡了 爷爷 我爹他们 还在门外候着呢 你也在门够守着去 你爷爷呢 睡着了 让你在外边跪着 这哪位呀 睡得够踏实的 这个 本来应该是状元宫的 喝多了 做事把你爷爷给惹毛了 你拿回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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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去 爷爷在里边睡着呢 你就游着他呀 怎么着 你去找床被子 给他盖上啊 守着吧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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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你 去 孙小姐 请 去 孙小姐 就是这儿 孙小姐还需要贴些什么 交代给奴婢就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叶秋 叶子的叶 秋天的秋 叶秋 一叶雨生 凉道梦 万和叶上 送秋来 胡大人在等你 胡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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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在这儿 天啊 怎么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就从你一进宫我就知道了 你是胡大人 你来这儿是我们的主 你 你怎么变成胡大人了呢 刚才说你到狱前了 皇上没有对你说什么呀 你怎么知道我到了呀 好了 我们俩都别抢了 既然来了 就有聊过的时候 我有一堆话要问您的 你刚进宫 还搞不懂这里边的规矩 大明朝的女官啊 分为六局一司 这六局有上公局 上一局 上一局 上善局 上谨局 上公局 这一丝视为公正丝 掌管戒令责罚 我姑姑呢 是六局一丝的总管 我主管上一上善两局 下属女官七十五人 女使十八人 她们自然叫我胡大人了 你也不用记 我刚才说的 都是伺候人的柴使 该我问你了 你到了狱前 皇上有没有告诉你 你到底是太孙妃 还是太孙嫔啊 那我怎么知道啊 你去问啊 你替皇上等过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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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那天晚上呢 我就想去认你的 可是我姑姑说 先看看你能不能活下来 要是活下来了 以后我们见你 那可就要磕头了 这间楚秀宫 等闲人住不得 是为长公主所备 本朝没有公主 就一直空着 昨天晚上下旨了 姑姑料得真对 依我看啊 姐姐 一个太孙妃 你是跑不了了 我都不知道 是该高兴还是哭 不管怎么样 我们俩又可以 经常见面了 对吗 我也想和你在一起 我接下来的路 还不知道该怎么走呢 吴大人 尚仪有请 好 我今天不能多待 宫里有事 我明天再来看你啊 对了 我们在人前 绝不能以姐妹相承 我也在找人编造三代呢 是啊 对了 很快 你 醒了 确实醒了 你还可以再睡会儿 没事 昨天说什么了 我记着见着皇上 不错 你还能记着见着皇上 你还记得你做了首诗 把皇上笑话了一顿吗 没有啊 没有 要是没有 我爹能在这儿陪你跪一晚上吗 别吓唬他 我不是吓唬他 我是怕他哪根筋再搭错了 稀里糊涂掉了脑袋 放心吧 要掉脑袋早掉了 何至于费劲叫到这儿来呢 对了 去看看你爷爷醒了没有 醒了 听好了啊 皇上命你写一篇 关于边疆的策论 写好了 恕你昨天晚上无罪 写不好 上膳局有一口盛酒的大缸 自个儿跳进去淹死自己得了 来 爷爷让你回去歇着 咱一起回呗 我还得占班呢 那你可把它看好了 有热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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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去去去去去 我可是头一回 没看见有人在爷爷的庆宫里套茶 扶我起来吧 好好看着他 别管过来 留神脚下啊 快洗了吧 哎呀 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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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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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小姐 有客人 孙小姐 万安 皇上说 我跟孙小姐是旧相识 下官理应前来拜见 你终究还是做了他的官 下官任兵部主事 从六品 皇上亲自捡拔 身恩厚德 莫尺难忘 太子爷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还没走 太子爷 赶紧走 赶紧走 走进一趟不容易 犯什么傻呀 你现在应该已经在边疆了 你是要把命送在这儿啊 你快 快 快 没人看见我来啊 你再在这儿待下去 你就没命了 你在这儿是要把命送在这儿 你赶紧的 太子爷 太子爷 有旨意 不是给您的 谢大人 皇上说你不遵旨意 挑拨皇上和汉王的关系 现在还请你去我们诏狱 走一趟吧 我告诉你们 皇上让我去边疆 你们不能抓我 不能抓我 不能抓我 扫头 太子爷 我从来没说过汉王半句话 太子爷 救我啊 太子爷 太子爷 你 你 你要走 是他要留放你 是我在留放我自己 你做了太孙妃 将来母仪天下 她容不下我 我走了 这段过去也就过去了 你会有更好的将来 可不可以不走 徐宾 孙小姐 保重 徐宾 我不许你走 徐宾 我就说嘛 这是蹊跷 想不到是谢进 挑拨我们的父子关系 儿子 儿子说了这么多冲撞爹的话 请爹治罪 既然找到造谣的了 那咱们这篇就算翻过去了 不过这个谢进得好好管管 凭着朕对他几分信任 这样的罪都敢犯 爹 这件事您就交给我了 他到底说了什么 我让他把上辈子说了什么 都交代出来 那是不羁之物 先把咱们的正事给办了 老三 你去把达达 瓦剌 吴梁哈 他们的来网摩庆除 对 是 带领三千营 五金营 险基营 到小孤山 按照兵部的计划 做演习 朕有亲自去看的 有一点马虎 我知道 儿子 儿子那陀罗泥金被眼还没扔呢 有一点马虎 我自己盖回去埋了 怎么样 皇上圣名 呸 连句实话都不说 我放兵部的 就说了 很久了 他也会放兵部的 真正的 同价 我算是 都不说了 还会放兵部的 那我看着 我是恨自己没本身 没本事替爷爷管理军队处理事情 害得爷爷还要耐着性子敷衍他们 快了 太孙大婚的礼服 我的意见是 一半宫里做 另一半拿出去 你们也别怪我不给你们捞油水的机会 实在是情况特殊 到现在了 大婚的钱从哪儿出 我还没有得到消息 皇上家的事情就这样 今儿出了钱 明儿就贼亲人的东西 早早地预备下去 别等着倒霉 派得力的人去干吧 太子妃那儿也不给个名话 衣服上珍珠需要多少颗 要不要打孔 身上的翡翠事件 玉事件 金银事件 要不要提前做 出去找外面的人没问题 钱从哪儿来 光拿嘴讲不行啊 要是有钱还用得着你啊 谁干不行啊 太子妃那儿正火着呢 你去问 除了癌骂 什么好你也捞不着 这样吧 上衣局呢 多找几个商家 把衣服的样式发给他们做做看 告诉他们谁家做得好 太孙大婚 册封太孙 礼服都从他们家出了 这样呢 人家高高兴兴的也有干劲 我们定金也不用先付出去 太子妃那儿也有画家 你们看这样妥当吗 好 还是胡大人有办法 您就这么画个饼 凭空就把事情办下来了 我这也是顶着石旧做戏呀 太子妃那儿要报效 你们的难处我也不能不想着 太子妃要是知道胡大人这么 好了 该你了 楚秀宫住着的孙小姐 膳食标准怎么干排法 我问半天也没有人知道 是按绣女送啊 还是按嫔妃标准送啊 过去没办过这种事 她不是住过东宫吗 就按太孙的标准做了 这事我去顶 你有你的事 别乱唱我 楚秀宫的膳食 做的东西 送菜的人要记名要试读 出了一点毛病 自己把琵琶了 告诉下面的孩子嘴缝死 太孙的可人皇上的恩人 这个来头你们顶不住 出一点错 我救不了你 是 大家也别怪我把话说中了 我是从小被我姑姑 一个耳筐一个耳光打着长大的 你们只看见她威风 看不见她受罪的时候 我能帮她分担的要分担 只要差事交代了 我不会为难你们 再给她上杯茶 说不定是断头茶呢 好 嗯 姐姐 你 Springs 我ójala 你什么 冲冲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到我到这个年龄竟然有多刺人 小子 你有福了 胡大人 什么时候办您自己的喜事 大家伙一定好好给您老人家出一番力 是啊 是啊 我老人家 怎么又说这些忌讳的话 都去忙吧 是 是 把那份礼物给我 最贵的 是汉王拿来的那份吗 你最近老是偷看我干吗 我现在看你有点害怕 你老坐在那半天也不说话 我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护士的事情朝中遇过几次 关威和大明之间矛盾甚多 他们买铁我们不卖 我们买马他们也不卖 拿牛羊毛皮换点医药 这么点值当朝廷花这么大力气吗 我以为你是有用之人 军事大才 结果竟然把护士这样臣服 主张献上来 我看也没什么 鞭幻自古有之 皇上岂不知 以鞭关将士的生命为常诚 远远不如 以天下人的人心为常诚 更稳妥 双方在边境上护士 朝廷主持 能减少多少劫掠 牧民是不想打仗的 只要护士管理工员 边境上的商户守规矩 就算瓦剌部 达达部 勿梁哈 三部的大汗 一起商一号造反 他们的骑兵 也不会跟随的 臣敢说 护士开办 可胜百万大军 必须更好 请佢方兼奸 可胜百万大军 旧命之王 有许多高女儿 提醒他 只会被他虽然 他亲征 至于朝廷里的规矩 日后我慢慢教他 若是再犯什么错 都着落在我身上